大家好,我是麦克 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资料 健康之道的第八章的第二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是从1984年5月26日 星期六下午4点03分开始的 开始的时候罗就说 昨天我在新建里收到来自 新泽西州李宝的心理学家 山姆曼纳汉 替改变实相的这个 下级版写的长篇文章副本 今天我将那篇文章带到了330房 以便珍可以读到 曼纳汉博士非常赞同的 将赛斯资料与几个心理学派相比 而我告诉珍 我希望她的文章会显示给她看 她作品的普遍有效性会继续成长 珍喜欢那篇文章 而同意她的作品影响力将会继续成长 就是真 她是需要别人给她肯定的 她需要别人给她肯定 其实根本不重要 这样的一个比较 或者是把赛斯资料和其他心理学派进行比较 其实根本没有完全理解赛斯资料的本质 其跟赛斯资料跟心理学的关系 没有那么大 今天当我回信的时候 她说她今天延迟上课 因为她从我这收到了 我想要暂停一下 以赶完其他事件的信息 没错 但是我告诉珍 如果她想上课的话 我今天是准备上一节课的 然后赛斯就过来了 她说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赛斯午安 而我将继续口寿 赛斯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 一直在感受的进度和资料 她要把先传递的 传递出来 跟健康有关的内容 她要先都传递出来 好 她说拥有许多 许多拥有转世的人 许多拥护转世的人 就是拥护转世概念的这些人 拥护转世理念的人 他们都非常坚定的相信 在一世里的 在某一世里的这些疾病 绝大多数在过去的一生里 是有其根源的 有其原因的 所以要发现目前的疾病 或者难局的理由 转世的逆向催眠是必要的 相信转世的人都相信这个 这很奇怪 这个好像成为转世中的一个 绑定的东西 只要相信转世 就一定相信因果报应 业力这些东西 好像转世的存在 就是为了这些目的而存在的 而不是为了探险 探索和经历 好像他们在认知灯当中 转世就是为了 体现这些 报复 惩罚 好像这才是转世的意义所在 这完全错毁了 有关转世的任何理念 转世 转世只是在 不同的经验和体系当中 或者不同的方向上 或不同的方法上 体验一个事件的 不同的版本而已 与惩罚 与这种什么 什么这个罪责 业力 报应 没有任何的丝毫的关系 而这些相信转世的人 他们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逆向催眠 就是把你带到你的上一世 通过催眠的方法 然后在上一世里 看到了一些事件 然后就 这个牵强附会 强词夺理的说 你看你这一生的这个疾病 都是你上一生的 什么什么什么行为造成的 他们 看到了上一世的一些东西 他们就用自己的理解 用自己的转世的理论 这一套歪理卸说 来去解读这些东西 所以说这件事件 前面的前一世的事件 是什么不重要 就看你怎么解读 而他们的解读版本 永远是在这一套里面 随着这样的一种信仰 有可能有一些相当的传统 是的 有一些存在了几千年 刻板的因果报应版本 都在里面 因果报应 所以你可能在此生 为你前世所犯的错误受罚 或者你可能真的 在为几千年前所做的措施补偿 再次的 的确 一个人所有的转世 存在 是相连在 是相连的 这里面 记住 一个人所有的转世 都是相连的 但在一世里的事件 并不会引起下一世的事件 这一点大家记住 这一世就是这一世 不要说它会引起下一世 你上一世的经历 也不会是你这一世 这个经历的一个什么因果 或者原因 每一世就是每一世的 就像封装在某一个事件里 中间的事件 这些事件 封装在事件中的这个小事件 都是相对的私密和独立的 虽然它们是连在一起 但是它们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为什么不存在因果关系 因为它们是同时发生的 一组同时发生的事件 它是不存在因果之间的关系 我必须再一次的提醒你 所有的时间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关于现在的惩罚 是由过去的报复的 这个混淆的这种概念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既然是在同时的时间里 所有的行为都是 都会是同时发生的 因为同时性的原因 所以不存在你认为的 这个所谓的报应的关系 因果的关系 然后至于说 为什么时间都是同时发生的 这个赛斯资料 在最早的时候 已经解释过 如果对这一点 你还不能认可和理解 那你可能要重新读 最早的赛斯资料 你可能落下了 或者错过了很多 赛斯资料的核心的 思想 不过 你可能对一种特定的疾病 有整体的理由 那是与罪和罚 毫不相关的 他说 但是 你可能对某一种疾病 特定的疾病 有一个整体的理由 就像上面说的 上一节说的 可能你想 要么当病人 要么当医生 要么当病人的朋友 要么当梦中的这个病人 反正你是想体验 或者感受 从各种角度来感受 这个 某一种病 但是 正好相反的是 这可能涉及了一个非凡的好奇感 就这里面更多的是一种好奇感 就是你对这个病的好奇 你想从不同的角度来体验 体验它 以及想体验的欲望 你想体验这个病 这个和多少 有点是非常规的 就是通常不会追求的 很少人说 我怎么会去追求体验疾病呢 某种异国情调 这异国情调指的意思是 他在以前的 讲这个转世里头会提到的 它是一种泛指 并不是指的那种什么 一定是指异国情调 就指你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你都想尝试 它指的是这个意思 就好比说 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 我们就想去旅游 想换一个地方 去旅游看一看 其实 你换一个地方 看到的也是普通的人的 普通的生活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但是你就是想去看 就是想去体验 而这种想去看 和想去体验的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这个异国情调 就是它的根源 就是跟你现有的生活是不同的 它带有异国情调 它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 你的每一次转世 你都可以把它理解为出国了 或者到另外一个世界 或者社会上去了 去体验这种异国情调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非常长的一种出国旅行 可能长到90年 一个90年的出国旅行 就是为了体验这些异国情调 你这样来理解 就比较好明白 转世的这个本质的意义 就是带有好奇 想体验的心态 或者以某种说法 甚至或者是怪异的 那当然了 按照三维人的角度来想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想体验 当然是想体验好的 我怎么会体验疾病这个东西 但是你从三维角度来看 你认为还有疾病是不好的 从灵性的角度来说 从灵魂的主体来说 这个疾病没有什么不好的 它只是感受 体验这种不一样的 而且是从各种角度去体验 不论其本质是什么 每一生都拥有自己 独特的有力的位置 不论它本质是什么 这个不去讨论 因为它本质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把本质抛开的话 那每一生都有自己独特的 独特性 有力位置就是独特性 每一生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有时候 一个人可能采取一个无名的病 或者长期的病 只为给他自己 大多数人别人会避开的经验 这有些人为什么会得一些 无名的病呢 就这个病都找不到原因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在这个病的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病是无名的 而且是别人本有得过的 所以说别人没有这样的经验 而这是他独一的 无二的 独特的体验 一个个人可能追求这样一个立足点 以便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宇宙 一个个体 用这样的一种立足点 从这个点上来 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宇宙 比如说 有的人会以一种 不能走路的方式 来重新 从不能行动 脚不能走的方式来看待宇宙上 有人会以耳朵听不见 不能说话的方式来体验这个宇宙 看失去了语言交流能力 对这个宇宙的认知和感知是怎么样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会经常玩一些游戏 比如说 我们都不说话 我们看用语言 不不 用语言之外的 这些行为模式 动作语言 行为语言 看能不能进行下 后面 比如说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这个游戏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一种尝试 如果你这个能理解 这是一种游戏 和一种什么东西 并不带有很强的 什么什么 负面的这种信念 就是我要惩罚自己不说话 或者 没有这些信念之后 你会能理解 他的好奇心在里面起作用 如果能理解这一点 你就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天生 就是聋哑人 问一下 从任何其他的位置提出 也许便无法回答问题 回答的问题 就是他在这 要问的这个问题 问一下 就是从这个角度 问一下宇宙 看一下宇宙 而这个 从别的角度 是无法回答的 比如有的人得了白血病 那他要从白血病的人的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而这个角度 是没有得白血病的人 无法理解的 就像我们很早以前的 看的这个日本连续剧 叫什么排球女将 里面的这个 不是 还有叫什么 还有个叫什么 雪姨 好像是 专门讲白血病人的 对 那个很早很早的时候了 也就是从一个白血病人 他所体验的人生 跟一个正常人 是不一样的 举例来说 另一生 也许与极佳的健康和活力 打交道 而就像我们前提到的 而在另一生里 可能现身于疗愈的艺术 比如说他现身 在疗愈的艺术 这个领域上 怎么帮别人疗愈 通艺术的手段疗愈 比如说通过各种方式 绘画的方式来疗愈 也是一种艺术疗愈 绘画是可以疗愈别人的 但是整体而言 鲜少有人将健康问题 本身作为经常的转世主题 没有人把健康 很少有人把健康 当作转世主题 虽然在一个人 身为众多贫寒 贫穷寒威的百姓 之一的情景里 可能有这主题的强烈暗示 就整体来说 很少有人 是把健康问题 当作他转世的 经常的转世的主题 就是他转世的目的 不是为了健康 体验这种健康 或者不健康 虽然在有人想转世 体验众多的贫穷寒威的老百姓的生活的时候 往往不健康的体验会伴随其中 但是他说他不是为了体验不健康 他是为了想体验这种普通百姓的生活 他不是为了体验那个不健康 而不健康 有时候恰恰成为这种贫穷寒威的百姓的正常的 或者是他人生经历的一个主要部分 他说可能是因为这个 如果你有健康上的问题 在你切身的经验里找其理由 而比将他们派给遥远的过去的一个原因要好得多 他说如果你有健康问题 请在自己的这一生 这一世里头去找原因 而不要去把它归宿到上一世 或者上几世里面去 那没有什么意义 疾病的理由几乎永远都在目前 这个是这一生的经验里 就是你健康 不健康的理由 生病的理由 基本上都在这一生里面 跟其他生无关 他这里头为了避免有一些例外出现 他用了一个几乎 而纵使童年旧式 原先可能启动了不健康的行为 允许旧的行为模式运用 运作的却是目前的信念 他说可能你儿童的时候 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可能启动了 或者引起了某些不健康的行为 但是你纵容和允许了 这种行为模式 在你的当下还在运作 是导致你疾病的根本原因 而不是儿童时候 或者少年时期经历的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并无对错 而你为了应对那些事情 而形成的一些行为模式 在那个事情过去以后 就要把它丢掉了 而你却把那个旧的行为模式 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就是你应该去改变的地方 而不是说那个事情本身有什么问题 记住这是他核心点 请等我们一会儿 我们将继续 在4点22分 真喝了一口咖啡 抽离止烟 在4点28分再开始 如果你关心任何 你关心任何 关于精神情绪和身体上 既定问题的话 你该记住某些事实 我现在我在别处已经提及其大多数 但他们在这个脉络里尤其重要 通过你想讨论任何既定的问题的话 就是某一个特定问题 就是这种既定问题 这种特定问题的神话 通过你应该明白一些基本事实 这些事实呢 塞斯说在其他的资料里头 已经反复提及了 但是在这个健康这个话题里头 它更为重要 它显得尤为重要 什么事实呢 下面说的就是 它强调了无数遍的事实 它在这里再次重申一遍 它说新的一段 就是下面就是事实 你必须要了解 你创造你的实相 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 由于对你对他的信念 你创造了这样的实相 所以试着了解 那个疾病的特定困境 并非什么其他中介 强加在你身上的一个事实事件 你的病不是某些人 强加在你身上 包括前世的你 或者过去的一些经历 或者所谓的抱怨和业力 都不是 你要了悟到 到某个程度 你的困境或你的病 是你所曾选择的 当你觉悟到一定程度 你会能理解 这是你自身的选择 就是你得这个病 或者你出在某种困境里头 是你自身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一点点滴滴 小而仿佛并不重要的选择 做成的 你说我没有选择 我们不会选择生病的 我也不会选择 出在今天的困境里头 而这些 你看似不是你的选择 却是由无数个非常小的 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选择 组成的 换句话说 有你无数个行为模式 在背后决定着的 可是每个你都不注意的 这个小的选择 都曾倒向你目前的困境 不论其性质如何 就它都会倒下来 不论这个选择的性质 是好是坏 你说我这个 选择每一个选择 都是对我有利的呀 我的选择不可能 是对我不利的选择呀 那每一个对自己 有利的小的选择 为什么叠加到一起 就会变成一个 对自己这么不利的选择呢 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 他最后不论其性质如何 就是想说的这一点 很多人不承认的 说我不可能 在人生的日常的选择当中 选择对自己不利的 或者不好的 而结果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如果你了解你的信念 形成的经验 那么你的确有一个 很好的机会改变你的信念 因而改变你的经验 他如果你要能明白 你的人生经验 是如何用你的信念生成的 你要如果明白 他背后的原理 明白他运作的机制的话 那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经验 通过改变你信念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不明白 那你就被动的 你很难改变你的信念 藉由对自己非常的诚实 你可以发现你自己 选择那个困境和疾病的理由 既然当你做了每个选择时 你的用意都非常好 你没有理由感到罪恶 只不过选择是建立在信念上的 而那个信念 那是信念而非事实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为过去的选择 而感到后悔和自责 或者是又来评判自己 我当时怎么做了那个选择 都完全没有必要 你当时的选择 肯定是出于当时 对自己更最好的一个决定 对自己更好的一个选择 做的决定 所以说你不用为这件事情 感到罪过 这是关键 但是你当时做那个选择 是建立在某种信念之上的 而那个信念 只是一个信念 它并不是事实 你所坚持的这些信念 它都不是事实 只是你的一个信念 它跟事实无关 但是在我们一般人的人生里头 我们会把所有的信念当事实 我们在下一节里将继续口售 再一次的为你俩 我启动加快你们自己的灵感 启示以及自我疗愈的那些坐标 然后他说谢谢你赛斯 4点44分 自上次休息后三分钟内 针已经被打断了两次 哇 我感觉那有一大块资料 他说 而他甚至还有更多呢 但时间已晚 晚餐盘将会送来 而你必须替我翻身等等 我看得出他有能力继续 我想他也会回答那位心理学家 在他心里写的一些重点 他说 我也有同感 他今天觉得好了些 那也许是较长的课的一个原因 自从今天早上 他没有吃这个药 那个进步 那是一个进步 杰弗卡德开给他的 另一种维他命补给品 一种辛辣的无色液体 我闻起来像是橙皮 这次几天前的血液测试后 就开始了 真极不喜欢那个味道 让我们看下一节 1984年5月28日 星期一下午4点08分 现在我再次祝你俩 有一个美好的下午 好 我们将继续口售 他接着说 如果你在任何一种 严重的困境里面 一开始去想象 你的问题是你自己的信念所引起的 可能仿佛是不可理解的 不可相信的 甚或是非常丢人的 就你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里头 这时候你还要让自己相信说 是我自己选择的 是我自己造成的 这样的一种信念 或者认知 会让最开始的你是无法接受 无法理解 无法相信 甚至觉得非常的丢人 是我自己造成今天的这个困境的 这样的话 你会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也就是很多人对这个 一些困境的现状 他无法改变的原因 因为他首先不承认是他自己造成的 那这个 他不承认是自己造成的 他也不能相信自己是能改变的 他不承认自己造成的原因 就是相信是由别人造成的 有外在的 有意外的 其他人的造成的 那这样的话 就能必须由其他人来改变 而不能由自己改变 而其他人能否改变 完全决定权在其他人 而不在他自己身上 这样的话 他的困境 就困在那 卡在那了 事实上 其反面可能看似为真 举例来说 你可能丢掉了一连串的工作 什么反面为真 就是你认为外在的环境 才是造成你目前困境的根本原因 就是丢工作 就失业了 才是我目前困境的原因 而可能的仿佛的非常清楚的 就失业了嘛 导致困境 在任何那些情况里 都不是你的错 我失业不是我的错 是我大环境啊 各种原因啊 我在带孩子啊等等 你可能有一种 似乎不知从哪来的 严重的疾病 而你可能觉得 你自己的信念 简直不可能与 这样一个吓人的病的开端 有任何的关联 你可能得了一种 非常严重的病 但是你不相信 自己是引起这个病的源头 就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得这种病 而且是我导致的 那我把自己想搞死吗 那怎么可能呢 你可能在一个 或好几个非常令人不满意的关系里 不论是工作的同事关系 还是亲密关系 还是什么关系 都是让你非常不满意的 他们没有一个像是被你引起的 没有一个关系 令人不满关系 是你导致的 是你是源头 你总会说别人是原因 别人导致这个不满意的关系 是别人的原因 跟自己无关 是某某人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某某某某人 怎么怎么样 某某某某人 人品不好 导致这样的一个我们俩的关系 急剧恶化 你从来不认为 这是你引起的 这个 你们关系的不舒服 或者不满意 是你在其中 起主导作用的 我们一般都不这么认为 同时 你反而觉得 好像你是个不满意的受害者 或者参与者 同时 你正好相反的 不仅不认为 自己是这个事件的始作用者 你反而认为 自己是一个事件的受害者 或者仅仅是参与者 你可能有个危险的药物 或者酒精的问题 比如说你一直 虚酒或者是 吸食某种毒品 他指的药物就是毒品问题 你可能与 有这样的问题的人 结了婚 你跟有 你自己没有 但是你跟这些人结婚了 一辈子都被这些 虚酒的人 或者是吸毒的人 影响你们的关系和家庭 在这两个例子里 就是生病的例子 和这个 虚酒的例子 那个情况 都是被你自己的信念 所引起的 不论是上面说的 你得一种严重的疾病 还是你跟 酗酒和吸毒的人结婚 这两个例子 都是由你自己的信念 引起的 都是由你自己的信念 引起的 纵使在一开始 这也许是显得非常不可能的 从一开始 你会认为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让自己 得这种严重的疾病 我怎么会 因为我 导致我跟一个 酗酒或者吸毒的人 在一起呢 为了这个特定的目的 我们将讨论 从童年就开始的疾病的 或者的情况 再次说 我会慢慢的给你说清楚 为什么是你 因此 我们不包括 天生残障 或者非常早期的 威胁生命的童年的意外 或者最不幸的 儿时的家庭情况 这些将分开讨论 再次说 我们不讨论那些 严重的先天疾病 和严重的 早期的儿童家庭问题 我们说的是 最普通的和一般的问题 而那些特殊问题 我们在后面 会单独来讨论 在4点19分 停顿很久以后 在大多数的例子里 大多数 甚至最严重的疾病 或者复杂的生活条件 和关系 都是在 都是在面对许 多少 显得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时 被一个想要成长 发展和扩展的企图 所引起的 他说不论 是严重的疾病 还是非常困难的 生活困境中 都是什么 都是因为你有一个 想要成长 想要发展 想要扩展的企图 所引起的 换句话说 你想要在一种 严重的困难的情点下 去发展 扩展 这是你的 本来的意图和企图 就是想看看环境 遭到什么程度 自己还能成长 一个个人 往往在为了某个 显得祖赛祖的目标 努力 对一个个体来说 他往往会被 某些卡住的东西 努力 比如说 他学习不好 这就是卡住他的地方 他会努力 有的人社会 就是社恐 人际关系不行 他觉得这个是卡住他的 然后他就一直在努力 有的人觉得身体肥胖 是个问题 他就一直在努力 一个人往往会被这些 阻塞了他的这个 发展的这些方片 在努力 而因此 他用所有可用的精力和力气 去绕过那个妨碍 那个妨碍通常是一个 需要了解和移除 而不是绕过的信念 塞斯这个逻辑 我希望你能够跟着他的逻辑走 他说一般来说 一个人 他花最多精力 和最大努力的 往往就是那些 阻塞了他发展的这些东西 而这些障碍 这些阻碍的发展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应该去直视的 去了解的 去移除的 去跨过的 而不是绕过去的 这是你应该理解的点 简单来说 回到人性的本质 人只会对他 拦住他的那些东西 花费很多精力 而这个时候 你的人生设定 就会在一些 需要你去关注 需要你去付出精力的事情上 拦住你 这样的话 你才会把精力投入在上头 而你只需要的 做的事情就是直面这些问题 解决他 跨过他 而不是绕过他 回避他 这是这些问题 所以说你人生中的这些点 这些卡点 或者这些困境 或者这些疾病 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 需要在这个方面 去加倍努力 和去跨越的那些点 也就是说 你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大的作业 你需要自己去完成这个作业的 如果不设计是这样的作业 你就不会去完成它 因为没有得这个病 你是不会做任何跟这个 健康有关的 任何的这种付出和努力的 或者关注 这个非得通过得病 才能得到的 或者相反 其他的也行 如果你作为一个医生 你不需要通过得这个病 你也可以在这个 健康领域上 付出很多关注的 等等 就这个点 我希望你能理解 是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 因为不这么设定 你就不会把焦点 和注意力放在这件事情上 在这本书里 我们将涉及信念的本质 并涉及林林总总的方法 那会允许你选择那些 导致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生活信念 你可以选择一个令人满意的生活信念 一个信念体系 然后让你的生活直接就变得更 让你满意了 虽然这本书名为健康之道 但是我们讲的不仅仅是 身体的健康 却还有精神的心灵的和情感的健康 举例来说 它下面这例子 举得很狠 如果你的亲密关系是不健康的 亲密关系就是你的跟异性之间的关系 或者跟你伴侣之间的关系 这种亲密关系是不健康的 是不满意的 你是不满意的 你是挫折的 是难以达成的 不管你的身体状况是如何的强健 你是不健康的 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的亲密关系不好 不是让你满意的 不是让你享受的 不是让你舒服的 不是让你愉悦的 就不是让你觉得轻松的 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 还在你生活中继续存在的话 那个不论你的身体多么健康 你都是不健康的 你都是不健康的 因为你的精神不健康 你的心理不健康 你的情绪不健康 这一点 我希望所有人都引起重视 很多人不能理解 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包括线下课的时候 包括我在做一些 一对一的辅导的时候 很多人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总会关注在 你的情感关系上 总会说 哎呀你应该去谈恋爱了 你应该去爱别人 你应该爱自己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总会说 如果你的亲密关系 让你不满意 你必须得去改变它 很多人不理解 说我只是来学习的 我是来修行的 我是来提升自己的境界的 为什么要跟亲密关系 挂上钩 我都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我都没有亲密关系 我不需要亲密关系 等等 其实这里头 赛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不需要我再说更多了 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 如果你的亲密关系 是不健康的 不和谐的 不幸福的 不美满的 甚至是没有的 枯竭的 萎缩的 或者是你回避的 逃避的 排斥的 更有甚者是恐惧的 羞耻的 罪恶感的 那你 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 所以这里头 希望大家一定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不论你的情况 为何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自问 如果你不受他的束缚的话 你会怎么做 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是一个好主意 就是如果你不受这个亲密关系的束缚 你会怎么做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句话 他没有说那么直白 但是他里面的意义非常深刻 就是你处在一个不好的亲密关系当中 你却因为这个亲密关系 而束缚住自己 这个关系不好 但是还被你束缚住了 把你束缚住了 而这个时候 你要去想 如果你不被他束缚 你会怎么办 你有哪些选择 你有哪些选择 这是关键的一点 很多人不行啊 我这亲密关系 这几个词 或者这个 他背后的意义 就导致我在很多问题上 选择上是受很多限制的 是有很多束缚的 对吧 比如说对一个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亲密关系上 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和小心的 等等 这些信念 然后一定不能随便开始一个亲密关系 尤其是对女孩子 一定要看人 要选对这个人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束缚 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问自己 如果没有这些束缚会怎样 换句话说 如果你们的亲密关系不存在了 没有这种亲密关系 你应该怎么生活 一个让你不舒服的 不满意的 不愉悦的亲密关系 如果它不存在了 这种亲密关系没有了 你会怎么生活 你当你这种问的时候 你会非常可怕的发现 这个关系 你是需要的 不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这么一个不好的亲密关系 反而是你不敢放下的 反而是你想要的 当你从这个角度 看清的时候 你才能明白 不要怪别人 也不要怪任何人 你现在的困境 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要怪另一半 不要怪别人 是你选择了跟他在一起 是你选择了 维持这个亲密关系 是你选择了 被这个亲密关系 所束缚的 不是别人 他下面举个例子 非常的有意义 我希望大家能通过 看懂这个例子 能看清自己的现实 比如说一个酗酒 酗酒的一个男人的太太 他老婆 可能全心全意的是 希望他丈夫停止喝酒 不要再喝了 但是如果他突然问自己 他会做什么 他可能够令人惊讶的 感到一阵恐慌 就是假设 你这个没有这个老公 或者假设 你结束了这段亲密关系 你会怎样 就你问自己 他会做什么 你不要老把目标放在说 我希望我老公不再喝酒 你是在希望别人身上 我现在问你 你是一个酗酒者的太太 你老公天天 每天都喝醉 喝醉了就是 不是打就是骂 就是闹 而且无法理喻 一个罪鬼 你跟他有什么可理喻的呢 那么这样的一种 亲密关系和这样的一种家庭 如果终止或者离开 那你会做什么 换句话说 不要期待于你的老公做什么改变 不要寄托于这个酗酒者本身做什么改变 现在问问你自己 你要干什么 你要不要跟他生活在一起 如果他不改变 你还怎么生活 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让别人改变上 然后这个太太啊 在检查他自己的思绪和信念的时候 他可能会发现 有可能他会反思 他会发现 他如此害怕 达不成他自己的目标 他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你看看他的目标是什么 全心全意 希望他丈夫停止喝酒 这是他所有的目标 他的人生的意义就是 全心全意 希望他丈夫停止喝酒 记住 这一点很微妙 你说他是不是希望他丈夫不喝酒 不是 他是希望他成为那个阻止他丈夫喝酒的人 他希望他扮演一个道德的一个制高点 维持一个这个良好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良好妻子 这个是他想要达成的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这个自我行为非常非常优良的 品德非常优良的妻子 我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就是纠正我丈夫的行为 纠正我丈夫的这种酗酒行为 是我的主要的目的和诉求 在这样的诉求下 如果他丈夫真的不喝酒了 那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 因为他唯一的诉求就是阻止丈夫喝酒 你懂这个底层的逻辑吗 看似他不想让丈夫喝酒 而这种信念的本身导致事实上 他在鼓励丈夫喝酒 让鼓励丈夫酗酒 因为他不必面对自己的失败 自己的失败是什么 就是不能成为这个道德的捍卫者 这个良好行为的维护者 一个家庭的良好的妻子的形象 因为他只有通过纠正丈夫喝酒 来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来彰显自己的行为和道德多么的良好 如果丈夫不需酒了 他的这个目标就无法达成了 对他的潜意识来说 这是一种失败 因为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换句话说 很多人说不理解 不相信 一个妻子怎么会这样 我反过来说 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如果你不是想留在这 天天纠正一个酗酒的丈夫的话 你为什么不能离开这个酗酒的丈夫 离开这个家庭呢 你说啊 我有孩子 我有家庭的束缚等等等等 我现在问你 如果去掉这些束缚 你应该怎么做呢 这就是赛斯前面说的那段话 抛开这些你所谓的社会的 道德的伦理的束缚 你面对的就是一个酗酒的丈夫 你应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是在旁边纠正他吗 你仔细想想这个问题 你既希望于他的改变吗 还是你改变你自己 要么接纳他 要么离开他 在你面前只有这两个选择 而我们绝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第三条路 去改变他 去改变别人 不论你接纳他 还是你离开他 这都是你能做的选择 而且是你唯一能做的选择 而想去改变他 是你最不应该做的选择 而你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去改变别人 所以这里面 通过这个小小的案例的分析 你就会知道 你在灵性的学习和成长当中 你还有哪些的点 没有发现和没有看见 所以说短短的一节课 短短的一段话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真的是他人生翻转的一个 触发点 一个奇迹 如果你仅仅读懂了这段话中 背后蕴藏的那个真正的含义的话 你的人生的力量感 和你人生的情况的改变 就是转瞬之间的 好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故事 或者这个例子 带到自己身上 我们学习Size资料 或者学习灵性资料 一个最有效 最直接和立根建议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的例子 都套在自己身上 不论多么的难受和痛苦 把它套进去 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在你现在的生活中 找找自己 分一下自己的信念 分一下自己当前的这个困局 是谁造成的 就问自己这句话 他到底是谁造成的 就这么简单 当你想明白这个道理 当你真正认清 就是你自己造成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改变 才可能翻转 显然这个假设的情况 是我的意思的一个信手 拈来的例子 而没有谈到 会围绕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 关系里面 数不清的 其他的信念 或者是半信念 再次说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 就他俩的问题 他俩的关系 是不是应该延续 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信念 和半信念 半信念就是还不到 达不到信念的那个程度 就不能像那么笃定的 叫半信念 笃定的叫信念 所以这个问题 赛斯说 我们只是举例子 至于他俩是该 再继续还是离开 这是涉及到了 他们两个人 很私人 很具体的话题 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问题 需要去分析和讨论 口售结束了 在4点36分 不过再次的 我真的加速了 你们自己的疗愈能力 灵感 以及启示的那些坐标 我真的 的确非常 经常关照你俩 现在我祝你俩 有一个最美好的下午 他说赛斯谢谢你 4点37分 在那些 我觉得不想上课的日子 你可以休息 这是真的说的 但在我觉得 想上课的日子里 我想该上 然后罗就直接问他 你觉得你该上课 还是你想上课 这两点很关键 是想上课 还是你觉得 你应该必须上课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罗的 真的回答非常有意思 他说两者都有 他说两个是 一起的 当我想做的时候 我就想做 他笑了出来 确实是这样 不用再纠结 有的人在分析 我到底是该 是因为责任感 使命感 我做 还是我到底想做 分不清这两个 真在这里 都给你做了一个 有效的回答 不要再去区分 那都是你的 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到底是使命感 驱使你做 还是你去想做 他俩是分不清的 就像你问菩萨 到底是你想去 去拯救众生 还是你真的 有这种使命感 想去拯救众生 这没有意义的 对菩萨来说 这两者是一体的 不矛盾的 他笑出来 当我读此节 给他听时 他抽了一支烟 我认为这是 很好的一节课 而我确定 这包含了 适用于我们情况的 很多东西 罗也很有很深的 这个洞见 所以说 这第八章的第二节 内容虽然并不多 但是所蕴含的 这些核心的信息 和核心的这个理念 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反复的 去理解 尤其是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 不论你是有健康上的问题 还是生活中的问题 还是心理上的问题 还是亲密关系中的问题 都希望你能够仔细的 去把这一节课 好好的再读一遍 好了 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